有形有机有种的优质男郑凯 搭档有勇有脑有貌的品质女江一燕 带来的国内首部标榜性感的爱情喜剧电影 《有种你爱我》将于2月6日走马上映 定档发布会上 演员们不计形象的卖力宣传 导演李星曼更放出狠话 票房如果到不了两亿 就带着演员去松花江跳冰窟窿 郑凯与片中的好机友们 穿着时下最红的屁裤装上台 现场派送好礼 在江一燕的带领下 妖娆地跳起了草裙舞 郑凯透露说 原来的片名是一夜种马 而他也因为角色得名中国好种马 初见导演时就接到了两项任务 《有种你爱我》 以男女主人公偷金夺子的故事为主线 讲述了一个颠覆传统性感深梦的爱情故事 只是偷经女王江一燕对郑凯本人的真实评价 却与性感丝毫不沾边 在剧组的时候他就是属于那种很自由的那种人 然后他比如天长 有时候他想打嗝就打嗝啦 吃饭也都不这样走 一开始我见识他的时候 我确实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 但后来我觉得他跟戏里这个人物还挺搭的 然后后来我才在 我在知道的时候才知道 他还有一个放屁的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他确实很以忠不疼的一个男孩 在热门综艺节目中 因为放屁人气飙升的郑凯 大气的自我安慰说 只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做了一件大家都会做的事 期待电影中健身有成的完美体态 大尺度的演出能为票房加分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宁波报道 感谢观看